大家好,欢迎来到宝质旧的频道 前段时间YouTube平台推送给我《集园汉杰》这个频道 频道中自称师兄的丁师傅,汉杰经验十分丰富 并且他拍的影片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汉杰教学 毕竟手法手势的分享网上已经很多 我自己的感觉是,汉杰这东西跟骑脚踏车或者游泳有点像 很多时候还是必须亲身体验才有办法形成肌肉疾异 看影片最好的是学习观念而非老想着复制他人的动作 而丁师傅的影片往往会有一些突破惯性思维的内容 例如,都说亚汉和铝合金必须用交流 那么如果单纯用直流去焊接会怎么样呢? 如果直流正接,也就是母财阵和枪负不行 那么直流反接,母财负和枪负会怎么样呢? 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尝试 很多时候,由于挑战常规传统,才能产生创新,对吧? 趁着这次清明假期,我也和公司同事去拜访了丁师兄 都说无事不登三宝殿 我们这次去,当然是游备而来 遇到了亚汉高手 当然要拿出我们近年的代表作 DH300C ACDC,请他品鉴一番 这丁师兄不愧是内行的 对于事迹、宴姬也很有自己的一套心得 一方说,他就会刻意拿出那洋化严重 油屋满满的铝材 来刻意观察一下 交流亚汉期的交流清洁能力是否够力 到了正式汉阶环节 他首先试验了3mm铝板填料汉 并且询问了我交流占比这些参数带来的影响 我告诉他,根据我近年观察 国外的汉阶人大多首推30-40%之间的交流占比 首先尝试了30%交流占比 以清洁力满足的前提下 越低的占比可以给你越好的容身 看着整齐的鱼灵文就知道 丁师兄果然功力了得 也难怪他能够教人通过汉阶证照考试啊 汉完之后,丁师兄觉得成果不错 但是想让汉阶更亮 于是又试验了35%交流占比 这下汉阶果然更加盈亮 容身也依然充足 丁师兄估计也看过我们这台机器 AC Directbound交流直连功能的介绍 果断体验了一下 甚至也动手体验了一下 不开交流直连,直接普通交流 不填料拉汉作为对比 果不其然,普通交流焊接下 汉阶很快出现了热烈纹 而交流直连功能下的汉道就不会裂开 至此,师兄对这台机器给出了相当高的评价 并且还说出了他的理由 原来过去也有其他友商找过丁师兄 希望他试试友商自治的AC DC TIG 师兄试用了许久,始终有一点不明白 相较于他手上的老OTC大版机器 这友商的机器和驴清洁力可以 但是容身较差 也尝试过各种焊接参数调来调去 始终不能如意 而我们的TIG-300C AC DC 就是一台能兼顾清洁力与容身的好机器 这我一听立刻来劲啦 身为一个焊机工程师 科学量测档 随身携带四波器探头电流环 也是很正常的是吧 我立刻提议动手量测 丁师兄也很大方的配合我进行各种操作 果然,这是焊机造妖镜面前 问题轻易的显现 对交流占比 这参数有基础了解的人都知道 交流占比会对清洁和容身 形成此消彼长的影响 讲道理,如果降低了清洁力 那么容身应该能够加强 但同样是交流 各家的波形却有所不同 举个例子 这是集园工厂内 一台来自日本大阪公司 后被OPC抽购 的经典型ACTG 它的波形是这样的 可以看见 正副半周虽然占比不同 但是浮值基本相同 而友商的波形 不好意思忘了拍 正半周浮值相比副半周明显低 虽然峰值可能有 但是均值明显低 这就造成了清洁力够 但是容身不足的结果 因为这正半周 就是决定容身的关键啊 到了这里 我相信很多人也会好奇 这种波形量测很难吗 轻易就能看出问题 那讲道理 各厂家不是应该很容易 就能改善自家产品 迅速达到国际一线水平吗 事实的真相是 许多的厂家基本只会超 就算会量且知道差异 能不能改 会不会改 都是问题啊 就好像你透过高速摄影机 看懂了魔术大师如何靠手法变排 但是要让你的手做出一样的操作 哪里有那么简单 丁师兄对于他们场内的多台和机 也有不同的评价心得 我们也花了点时间做了量测 找到了波形差异 并且我也从师兄身上 学到了一些 关于检验机器好坏的更多招数 关于这一部分 实话讲有点硬核 但是真的有意思 也许以后续我会再花点时间介绍 话不多说 关注保子久 科学焊接不苦手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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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